涂晒综艺大哥同框照 陈怡爆料内容曝光 网嗨 继续送幸福 下面一位 网红陈怡经常在脸书发文针编时事 日前更因为演艺圈爆发MeToo 她特别成立MeToo指挥中心 为大家整理确诊个案 还会开直播深入浅出的教学 受到许多网友喜爱 没想到25日她突然抛出 与综艺大哥大胡瓜的合照 看得网友心意惊以为要爆什么料说 陈怡最近飞了日本一趟 只见她在脸书抛出与胡瓜的自拍合照 画面中两人都戴着帽子 坐在棒球场的观众席 对着镜头举手笔 文字方面 陈怡表示跟瓜瓜来横冰痴痴呵呵 每天都吃超饱 被养好肥 本次形成重点 野球应援 太令人怀念了 想当年看球看到巨人 每个选手的应援歌都会唱了 野球就是热血呀 留言处则笑说好了 其实是阿信 主唱大人好 网友看到合照后 惊讶到不行 不仅有人误会是陈怡要爆料 让他又回报料三斤蹭瓜瓜白吃白喝 其他人则说真假你跟瓜哥这么好 继续送幸福 来下一位 瓜哥是横冰球迷 那帽子应该很久了 柔安姐不会生气吗 主委加码 我真的以为是阿信 哈哈哈哈 感谢您收看猫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